这绝对是十月最炸裂的CP 男主作为否定不死的能力拥有者 会否定一切让他死亡的因素 漫长的时间让他一直在寻找 可以真正结束生命的方法 而女主更加牛逼 能被动为与他有肌肤接触的对象上不幸罢负 只是亲个脸就能引起天降雨时 为了获得更大的不幸 男主希望可以和女主负距离交流事实威力 这天女主为了不连累别人准备自我了解 却遇到了无所事事的男主 他警告男主不要触碰自己的身体 不然会身患绝症暴力 不料男主主动让刀扎进身体 他抓住女主的脸蛋期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女主言出法随不幸要来了 随后男主脚下的十吨犹如泡沫一般掉落 正好落到路过的火车前面 女主自责这下又害死人了 不料下一刻男主的头就飞了上来 他理解所谓绝症只是传达危险性的形容词 也知道女主和他是同类 见男主身体组织快速复原 女主吓蒙了以为他是僵尸 事不宜迟男主却想要进一步了解他的能力 很快他带女主来到一座大厦楼 并吹嘘自己的飞行能力 是靠蹬掉断脚获得巨大动力 可女主却只想尽快逃离 男主自然不会如他所愿 女主吓唬他马上不幸又会降临 但他已经发现只要隔着衣服触碰就不会出事 女主还想挣扎 却发现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悬空 只要女主愿意说明他的不幸能力 他就愿意救他一命 女主摆烂反正今天准备了结此生 就算被威胁他也不怕 不料男主使坏带他玩无敌风火 女主无奈讲述事情的起因要从十年前说起 八岁那年他为了送出差的父母 仅仅拥抱了他们很久 并且还亲吻了父母的脸颊 可当父母登机以后 飞机却发生了不明爆炸 全机组人员无一存活 自那之后他发现 不管程度大小 但凡触碰过他肌肤的人 就会遇到各种不幸事件 因此他认为父母就是被自己害死的 不料男主直接伸进女主的衣服 进行大面积接触 果不其然 下一刻就被飞机上掉下来的水果香砸中 男主不爽这点程度毛用没有 女主逃跑期间不慎踩到香蕉摔下高楼 这下他人直接傻逼了 这辈子女孩子会做的事情还一见没做 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其实还不想死 男主兴奋总算找到能带给他死亡的力量 女主刚才隐瞒没说的规则 只要搞清楚那是什么 就能引发更惊人的不幸 如果靠女主的力量 说不定就能结束他又臭又长的人生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发女主的能力 却不知此刻他们已经被一伙神秘人盯上 女主拥有带来不幸的能力 接触时间和不幸规模成正义 接下来他要尽可能多触碰女主的身体试验接触面积 不料女主直接扭头就逃 脱衣服什么的绝对不行 这后女主委屈还是被看到 只因没人能为他剪头发 所以头发已经长到两米半 男主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气局 一边捏住他的下巴一边为他剪头发 只要手不松开中途就不会发生不幸 原来在漫长的生命中 捡了个与其花同款发型 男主兴奋这一次贴身接触了15分钟 接下来的不幸一定很大 随后一抹刀光划过将男主斩首 神秘人献身感谢多亏了女主 才让男主露出破绽 按照行动准则男主要被放入定制胶脑 这样他将暂时失去再生能力 而女主也被众人带领 此刻男人才介绍来历 他们是男女主这种没被神选上的否定者 以及危害世界的UMA存在的管理者 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感叹女主的可怕能力 可以否定触碰者的运气让人死于意外 对杀人者来说是绝佳的能力 但只要戴上手套就不会出事 即使再强的能力 一旦触发规则曝光就不再可怕 他们要利用女主的能力进行杀人 就和男主一样 只要他言听计从将会是可怕的战斗 女主反驳男主和他们才不一样 那家伙只是为了杀死自己 不料天上突然降下落泪 直接击中抱着男主胶囊的蒙面人 巴脸男以为这只是蒙面男单纯倒霉而已 女主却很清楚这不是偶然 男主很快就脱困而出来到上层 巴脸小看男主没有战斗技巧 让蒙面男一起上 只可惜虽然现在是这样没错 但以前他可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脑内存不够 也为了不让自己被记忆搞封掉 男主平时都会将曾经的记忆封锁 如今暂时解除封印 漫长岁月学习到的技术 就是他最好的武器 蒙面男请客间便被全灭 但此刻男主想的还是不幸的时间差 也要进行实验 巴脸男突然使用阴招 以女主为要挟 让男主对自己斩首不许再生 女主不希望有人因他死去 让男主自己跑不用管他 不料男主已经完成了自我切割 女主突然摆脱巴脸男 他很清楚如何才能引起巨大的灾难 随后女主在半空中 倾倒了男主的脸颊 这是他第一次能不用在意的与他人接触 并且很快不幸就会降临 男主恢复身体让他快跑 自己则抓住巴脸男等待不幸发生 随后天空出现一抹红韵 一颗巨大的陨石突然从天而降 净直砸向男主 可即便如此男主依旧存活 被陨石砸中的感觉很不错 不过只是被亲个脸就有这种威力 男主希望下次两人可以深入交流 试试效果 男人追求死亡 却拥有否定死亡的能力 因此无论受多严重的伤 都能瞬间再生 甚至还能将手指当作子弹发射击杀敌人 而这个女人则更加离谱 可以根据对人的好感度 和接触面积施加幸运debuff 正因如此两人遭到了神秘黑衣人的追杀 好不容易逃脱一波追杀 男主就迫不及待想跟疯子进一步交流 只因亲个脸就能引起天灾 一旦邻居离交流的话 肯定会有更加惊人的倒霉事 疯子不满被他当成寻死的道具 更不想第一次莫名其妙就交出去 他表示带来不孕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好感度 因为除了父母和男主 曾经也亲过一个老爷爷的脸 但对方只是牛角的程度 因此对一个人好感度越大 不孕的效果规模就越离谱 如果你敢霸王硬上弓的话 我绝对会一辈子讨厌你 到时候你就永远只能因为 半吊子不死你 过着半死不死的生活 男主瞬间理解 只要在那之前不让疯子死掉就行 随后便带着疯子来到他的武器库 为了能随时和黑衣人战斗 他在世界各地都有秘密基地 疯子被穿上刀枪 不入百毒不侵的重装备 他好奇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 男主解释那些人 是专门管理未知存在的组织 今天肯定还会有第二波袭击 疯子不相信他们肯定被打怕了 却不知对方也有否定 世界规则的否定者 局面对他们很不利 毕竟他们的情报已经泄露 但却对对方一无所知 实际上50年前 男主就被抓到了 随后身体被残忍玩弄 研究了10年之久 要是疯子被抓 一定会牺牲很多人 甚至会调查身体分离后 是否还会有效果 话虽如此 但男主并没有逃跑计划 疯子担心自己作为累赘 又会害他被抓 男主却保证在爱上他之前 绝对不会让疯子出事 可随即天空出现破碎 男主知道对方要来了 50年前抓住他的人 就是靠这种手段突然出现 果不其然一个装甲人 猛然现身对男主出拳 男主无法反抗 直接被铁拳击中 疯子想要上前 身体却不听使魂不断后奔 随后紧紧贴在蓝毛身上 无法分开 蓝毛喜欢撩骚向疯子搭讪 男主则舍气下半身 脱困试图进行反击 不料身体却突然在半空中停住 具体来说是手脚和躯体动不了 但在被击中一次后 身体就重获自由 因此不是神经麻痹 男主判断这两人 都是有拘束能力的否定者 装甲人能剥夺身体自由 蓝毛大概率剥夺的是意识自由 可即便被看穿蓝毛也游人游 正因为敌人就算知道也无计可施 所以组织才会派他们过来 男主也无所谓 反正挨打之后身体就能动 他只需要以伤换伤战斗即可 疯子很失落 他们会一直被人追杀吗 蓝毛没有隐瞒他们的能力都太不威胁 就算这次逃了 也只会遇到更麻烦的否定者 疯子发现了问题所在 为什么你们不会被追杀 蓝毛来了兴趣告知真相 组织设立了由十名否定者组成的特殊团队 只要十人以完成任务为条件 就能摆脱成为被追杀的一方 疯子找到了希望想要加入 但很可惜名额已满 除非席位出现空缺 否则不会再有追加或变动 男主身体复原喷射再次保护了疯子 他也决定打不过就加入 只要干掉那两个家伙就有名额了 疯子脸红成个泡泡茶壶 随后突然摘下手套触摸男主 并告知接下来应该会有个大的 他是担心危险才远离 并不是因为心动 话音刚落一截 列车脱困朝着三人撞去 只可惜三人在爆炸中都毫发无伤 男主一路逃到身后的威楼 接下来必须搞清楚 敌人会否定自己的规则 可否定者的战斗 越早掌握对方的能力这越有力 每当装甲人摆出攻击架时 他的行动就会被否定 他知道对方的能力一定是不可回避 但蓝毛却什么都没做 就困住了疯子 男主暂时还看不出什么能力 因此只能且战且退 不料此刻大楼里面放马的炸药 等发现的时候 倒计师结束大楼轰然倒塌 可即便如此装甲人依旧无伤 他发现了男主的手掌 却没注意此刻男主本体就在身后 而他分离的身体只能残留30秒就会消散 说罢男主的手指脱手而出 将装甲人爆头 指引他可以利用再生的力量 将断掉的部位盘射造成杀伤 他已经知道对方可以借由攻击的架势 否定敌人的回避能力 但只是在发动时停止肌肉的动静 却无法阻止男主再生的力量 因此装甲人输在对自己的能力规则不够了解 蓝毛吃惊同伴真的被干掉 但他对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并不慌张 并且还能与男主的体术战斗无误开 男主发现疯子带刀出现 于是让他把刀抛给自己 虽然他不确定蓝毛的具体能力 但大概就是颠挡之类的 先刻意露出空隙 再在反方向准备接招 男主用身体成功接住了飞来的态盗 如果是无法格挡的攻击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可在拔刀瞬间男主犹豫了 虽然已经活了上千年 但他不愿意在疯子面前刀人 疯子偷偷潜伏到蓝毛身后 试图给他带来不孕 蓝毛好奇他们之中谁想加入 男主将机会让给疯子 他就算再被研究也无所谓 因为要是换成疯子被研究 第一天就会彻底疯狂 他可不想追求一个疯女人 疯子生气他不想男主擅自决定 男主让他放心 在他死掉之前自己一定会逃出来 就算疯子变成老太婆 他也会将他攻略之后恩爱一波 不料疯子突然让蓝毛转过身去 他要在这里把第一次交给男主 虽然他不确定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但此刻有人不惜浑身是血为他而战 他不想什么都不做就和他道歉 也不知道邻居离交流会不会给他带来死亡 但这是疯子唯一能回报男主的方法 蓝毛被两人之间的关系整效了 他觉得两人分开未免有点可惜 因此提议可以再干掉十人中的意愿 到时候他会推荐两人加入 蓝毛透露三天后有成员会去贝加二胡调查 身上有红色领带和徽章的就是目标 但在此之前追兵还会接踵而来 他们必须先平安抵达再说 多亏了疯子乱来成功保住了两人 但男主却一脸严肃地帮他穿好衣服 并且声明自己没有堕落到会和自暴自弃的女人交流 因此他以后绝对不可以再这样 这是十月必看抗日神剧 男主不仅能用身体当刀鞘使用拔刀斩 还能徒手当炮弹击落战斗机 为了逃避追杀并加入神秘组织 男主搞了一艘游艇带着疯子前往背家 不料疯子却只敢蜷缩在角落 只因上级蓝毛说过 此行组织追兵还会接踵而至 男主满不在乎既然上了我的船 就必须出来享受海风 疯子害怕会遭到轰炸 男主丝毫不慌 闹一闹也不会遭到天前 不料男主嘴巴开了光 话音刚落游艇便遭到轰炸 男主满意这下说不定能更快到达目的地 疯子认为不可能 半路船一定会沉入海中 既然如此 那就用你的不育能力扫荡敌人 只要摸清女主能力的触发规则 例如他的不死能力也并非单纯不死 还能像这样利用再生将拳头当炮弹发射 徒手打飞机不再是说说而已 疯子开心这样就能加入组织 但在此之前 他们必须先干掉有徽章的家伙 之前交手的家伙身上有金色符号 是象征着十位圆桌骑士的徽章 据他所知的就有三位 他偷走的这把不坏之刃的制作者 50年前为了抓他负责调查的神秘技术人员 以及抓住他的那位会制造看不见屏障的女人 当时他被屏障包住了脑袋 其坚硬程度就连他也无计可施 他虽然是不死却并非不败 万一吓个敌人是对方的话就很不妙 但不管来的是谁他都不在乎 为了抵达目的地 他会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就算有个万一也能靠疯子的不运小弹法 他想趁机从头到尾摸透疯子的能力规则 疯子再三提醒要是那样 他的好感度永远不会改变 男主自信反正他很好搞定 与此同时他们的逃跑路线已经暴露 粉毛是真牛逼 直接在宇宙操控卫星对两人进行打击 不出意外游艇瞬间轻浮 疯子则被卡住身体陷入昏迷 男主见状斩断手臂塞进家放 再利用再生的冲击力将疯子救出海面 此时敌人已经出现 两人默契举手投降 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是在争取做实验的时间 这次他应该可以确认 疯子的能力到底能不能控制 只因疯子带来不幸的能力 全是靠利用周遭事物产生的现象 无论是剪头发遭雷劈 还是被亲之后天降雨时 都是来自远方的东西 他能被动强制将远方的东西拉过来 只因这两种行为对疯子来说都极具意义 而他身边却没有能产生同等价值的不韵素材 疯子脸红感觉像是被人分析恋爱观一样 而这次男主找到了具备同等价值的不韵来源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很快就会发生一个不算小的事件 此时疯子才发现自己的防护罩怎么跑出来了 殊不知是因为给他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很碍事 所以被男主取出来 伴随着爆炸男主顺势来到战斗机上 利用手臂当刀鞘 借以施展提升拔刀速度的拔刀术斩杀驾驶员 这波男主觉得血转 不仅找到了疯子不韵的来源 并掌握了由接触所引发那种来源的感觉 如今疯子就是能改写战斗局面的最强王牌 还成功获得了速度更快的载距 男主驾驶的飞机突然弹出自毁警报 他毫不犹豫带着疯子跳技逃生 并利用学会的五点降落法平安降落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比女主别提有多兴奋 因为他不孕的能力只能被迫带在家里 男主见状让他可以放肆完 白天都是旅客不用担心组织当众出手 而他也要去找老战友寻求帮助 女主却迟疑了 万一这次过来的是个通勤打理 男主不管一样杀物是 为了和疯子一起加入 无论是谁他都不会留情 在此之前疯子只需要好好享受一国风光 不料两人刚一分开疯子就遇到男人搭讪 疯子无语这种情况他怎么可能享受 但要是没有男主他可能早就凉了 随后他在胡盘遇到一位画画的JK粉毛上 粉毛注意到疯子一脸兴奋猛样 得知他是小日子就更开心了 因为粉毛很喜欢小日子的JK制服 疯子看出粉毛画的是谁才 他因为家里蹲所以也会一点 于是粉毛变出工具让疯子一起画 见疯子说等人 粉毛以为是男友 那就送他一幅画当惊喜 粉毛突然问起会变的东西和不变的东西 疯子更喜欢哪种 他的画更喜欢不变的东西 不受任何人约束也不随波逐流 能保持不变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我喜欢画的原因 因为能将这样逐渐改变的世界 用不会改变的画保存下来 但这个问题对于疯子来说很困难 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时间很快来到深夜 疯子不好意思展示自己的画 因为他在画里加了许多没有的东西 但绘画就是天马行空的东西 粉毛好奇月亮旁边闪闪发亮的是什么 疯子难为情天上除了月亮不是什么都看不到吗 他觉得这样月亮一定很寂寞 所以给月亮加了一些朋友 粉毛感叹疯子很温柔 夜空给人的感觉的确很寂寞 关于刚才粉毛提出的问题 疯子已经想好了答案 他因为一直无法改变而痛苦 甚至一度选择轻生 直到两天半以前遇到了个奇怪的家伙 话虽如此 自己也因为那家伙发生改变 所以今天才能和粉毛一起画出这幅画 他很开心身边有个能改变自己的人存在 粉毛见证不装了 年轻真好 那明明青涩又天真的画面 他却觉得十分有道理 或许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的关系 此时男主突然现身朝粉毛挥刀不成反被击费 在他眼中男主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没变 可男主眼里粉毛的妆容倒是越来越厚 特别是眼角的位置 没有错 粉毛就是50年前抓住他的女子 此时粉毛头顶出现一顶遮天大帽 他走下看不见的阶梯表示 已经知道他们想干掉自己加入组织 但想要干掉他 就必须先改变他 这是十月必看心翻 男主拥有否定死亡的能力 却一心追寻解脱 直到遇到能为他人带来不幸的疯子 才终于让他发现实现心愿的希望 但在此之前两人必须逃避否定管理局的追杀 不幸的是这次男主又遇到了50年前 抓到他的六六大顺少女吉娜 吉娜都懵懵 哪有上来就看老熟人的操作 话虽如此 但他也事先张开了看不见的屏障 疯子提出疑问 50年前就存在的吉娜 怎么看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 吉娜心花怒放 疯子真可爱说话又好听 殊不知吉娜抓住男主的时候才16岁 如今已是66岁的老少女 只能说组织的抗衰老技术真牛逼 画到一半男主的嘴巴就被封住 吉娜傲娇自己永远都是16岁 随即出手让男主切下自己的嘴巴 他兴奋支持男主的死亡面具 总之先趁热亲一搏 不料理体的身体组织 只能坚持两秒半就会消散 回过头男主的脸变已经恢复 吉娜吃醋先喜欢上男主的人是他 50年前他们作为狩猎者 和被狩猎者的悲剧邂逅 只可惜当时席位已满 男主只能被关押牢狱 而他作为管理男主的人 只能道歉是自己的国 可男主却表示败了就是败了 正好他能体验各种死法 借此来掌握自己的规则条件 他相信自己早晚会逃走 到时候两人再来打一场 但是10年后 他却招呼都不打就跑了 期间隐藏了40年毫无踪迹 直到最近和疯子相遇 才又开始活动 他才能再次找到男主 男主不讲武德扔手没偷袭 不出意外毫无效果 吉娜生气 沈那个战斗狂背着自己 就对男主出手 冥冥之前就说过 有男主的消息 一定要先告诉他 但沈带机甲人一起行动 又让他很买 多亏了机甲人积极 男主终于可以加入圆桌骑士 男主却突然丢出闪光 但让吉娜短暂遮住了眼镜 本以为光线有效果 但他依旧没办法突破吉娜的屏障 想要打败吉娜 就必须弄清楚她的能力规则 一个是湖水的固定化 其二是将湖水抬起的面动力 以及制造看不见的屏障和阶梯 如果吉娜的能力是物体硬化 第一个或许是水 但屏障又是什么 此时吉娜手中的帽子在高速旋转 随后朝男主甩了出去 男主躲闪不及让疯子抬起双脚 自己则直接被拦腰截断 吉娜抱怨疯子要是在刚才死掉就好了 原来之前在海上遭遇的攻击 就是吉娜的手 随后她手指一挥 男主腰间仿佛被什么东西捏住 此刻男主下半身已经动弹不动 吉娜希望她能放弃疯子 男主拒绝对不可能 她不在乎否定管理局 也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事 疯子都是她认定的女人 在她没了之前就绝对不会让疯子有事 吉娜粗意大法 那就只能再像50年前那样 收下男主的脑袋 这样男主就永远属于她了 然而男主已经发现了端倪 可下一刻她便将脑袋射向天空 随后身体秒速再生并发生爆炸 她已经知道吉娜的能力 是否定物体的形状变化 那些看不见的攻击 就是否定空气的变化 但加上漫天的番茄匠就能无所遁形 因此她的能力是不变 男主自知单靠自己永远对付不了 所以疯子的能力必不可少 吉娜拥有否定世间万物变化的能力 透明手臂就是她固定空气形成的 一旦被抓住就再也无法行动 男主却已经找到了对应的策略 前提是要和疯子尽可能的肌肤接触 面对疯子主动贴贴的行为 吉娜不淡定 女孩子怎么能当众做那种事 吉娜羡慕极度难怪男主会把她留在身边 肯定是被她的欧派色诱了 男主不给面子拆台 吉娜的能力是对她形 否定者分为两种 一个是她这种只能以自己为对象的对极形 一种是疯子和吉娜这样 对自己以外的事物赋予能力的对她形 吉娜强行狡辩自己就是对极形 看她这不变的身材难道还不懂吗 不料男主越人无数 吉娜全身都涂抹了过度的凝妆 飞机场虽然一成不变 但屁不肉却松弛了不少 一看就是对她形能力 并且赋予不变的对象大概只有飞生物 吉娜心态崩瓦挥出39米的空气之刃 男主主动选择断腿倒飞 他不仅不讨厌甚至还挺喜欢吉娜现在的样子 吉娜却高兴不起来 傲娇自己全身上下就是没有变化 只可惜一旦手臂险形男主就能轻易避开攻击 并且吉娜似乎没办法迅速重新制作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突破无敌的屏障 疯子发现了不对劲 吉娜明明生气却只是用快步一动 为什么不用跑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 男主立刻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 接下来只差不运的来源 不料男主似乎顶到了天上的什么东西坠落水中 随即无数射线射向男主 原来吉娜来此是为了调查附近的未知生物 吉娜不装了 天空突然出现一艘管理局的优服 疯子虽然说过喜欢改变 但吉娜却一点都不想 她希望永远保持50年前的样子 永远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为此她不惜花一辈子去追寻男主 男主却和疯子一样 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人类对大的变化 但死亡是属于她的而并非疯子 她会让疯子活到最后 她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追求她 让她爱上自己之后圈圈叉叉 因此没人能在她活着的情况下干掉疯子 此刻男主发现吉娜脚下的屏障 似乎有一块永远不会覆盖的血迹 吉娜不认为疯子可以忍受 加入组织的空虚和痛苦 所以她要再次解决疯子 男主却将自己的发现悄悄告诉疯子 只要他能钻进那个洞 就能利用一直累积的不韵将其打倒 但那个洞最多只能进去一个头 于是男主故意往屏障喷射番茄酱遮倒视线 吉娜见状暂时取消了不变状态 却不料男主的刀突然出现在脚下 随后一挑便将洞口挑到正前方 疯子瞅准时机将男主的脑袋扔进洞口 即便她的屏障连陨石都无法击碎 但只要进入屏障内部 就能在内部降临足以干掉她的不韵 硝烟散去水面重新恢复了自然起伏 此时吉娜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力 疯子出现阻止男主给她致命一击 可即便如此以她现在的状态 恐怕也坚持不了太久 吉娜坦白自己其实也曾想过改变 为此她加入组织手上沾满了鲜血 可到头来不管是世界还是她都不曾发生变化 原本以为维持世界不变才是他们的使命 如今看来是她错了 瘋子的话让她感觉很美妙 月亮周围闪闪发光的东西 是她以前从未想过的 吉娜希望两人赶快离开 胖衰老效果正在消失 她不想被人看到自己衰老的模样 男主却突然上前和她食指紧扣做最后的告别 女人喜欢男主几十年 终于在临终前实现了心愿死于男主之手 然而瘋子对于她的逝去伤心不已 却不知她一直都想寻死 虽然吉娜每次都表现得很坚强乐观 但在她被抓住的那些年里 每次两人见面吉娜都会为了求生必须杀生而烦恼 那时男主就说过 等她逃离之后就会先一步干掉她 因此是瘋子的不幸能力救了她 瘋子却想改变这一切 为了让像吉娜这样被迫受苦的人不再出现 她想改变否定管理局 男主觉得很不错 很快管理局的人就会来接他们 就从掌握内部情报开始 话音刚落头顶便出现空间通道 两人被带进通道随后直接来到圆桌之上 男主是真牛逼 见面就用开火打招呼 但其他圆桌席位个个不是省油的灯 此刻前八的圆桌席位均已到齐 男主刚和疯子碰杯就被第四系的安娜一拳打飞 对方生气急难被杀 但组织禁止成员出现内讧 眼看安娜和男主打算继续战斗 首席朱伊斯出手阻止 在她的能力之下 双方不受控制地将目标转向了身边的人 男主无奈干脆投降认输 当时人全部落座之后 默示录突然现身发布课题 课题一是捕捉未知生物体燃尽 参加人数六人 报酬是追加圆桌席位第十一席 课题二捕捉未知生物体吞噬 参加人数五人 报酬是否定者不然的位置 课题三讨伐未知生物体语言 仅限一人参加 课题四一人参加捕捉否定者不可视 报酬为未知生物体幻名的所在位置 课题五捕捉未知生物体往昔 参加人数三人 报酬是古代遗物反昔者所在位置 课题六是捕捉未知生物体崩坏 仅限三人参加 报酬是否定者不知的位置信息 并且必须在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课题 不然将会追加未知生物体银河 首席让老八将课题与他们的数据进行对比 老八发动能力判断 当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前三个 并且如今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栖息地和对策 最后一个任务数据太少 他建议最好放弃 不然只会折损成员 首席健壮下令全员出动解决前三课题 哪怕是惩罚也只能接受 他们必须优先将重点放在增加战力上 疯子不解默示录是什么 第七席托普解释那是地球最早被发现的古代遗物 每当圆桌席位全员到齐就会出现 并发布强人所难的课题予以报酬和惩罚 疯子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接下任务 课题思诱有新的否定者被追捕 但对方也只不过是获得能力的普通人 他希望在座的人能停止这种行为 却不知地球被追加过98次真理次数 无论是性别语言人种死亡或是疾病 都只是其中一部分 这个世界定期就会增加 就算不挑战惩罚也会增加 因此他们选择接受挑战 想完成课题就需要变得更强 必须捕捉有能力的人加以利益 只为有朝一日将把真理强加于地球 只会躲在漠视路背后的那个神干掉 为了干掉神 这十个人需要不断接受神的任务增强战力 为了避免出现空缺 还需要准备后不折 不死和不孕的能力都太过危险 尤其是疯子的不孕 因此首席之前下令必须除掉他 是次息审的推荐 他才将他们带到这里成为圆桌席位之一 如果疯子想要改变现状 只需要顶替他坐上首席就行 在管理局贡献越高权限越高 男主却突然出手去搞漠视路 他想知道哪个认为最难 漠视路不爽课题遛捕捉 为之生物体崩坏难度最高 男主想也不想就接下来最难的课题 并擅自拉上女主和神一起 疯子在沈的布下 穆的帮助下很快换上了工作制服 但穆却不能一同参加任务 只赢他既不是否定者 也不是圆桌成员 因此没有参加任务的权限 疯子刚一出门就撞到了男主身上 不幸事件立刻被处罚 男主被墙壁冒出的岩浆喷了一身 男主打算就直接光着去执行任务 却不知道必须要穿戴制服 徽章和领带才行 虽然很像在玩角色扮演 但这些制服其实都很厉害 衣服刀枪不入异常肩部 领带可以使用所有的公共机构 还能翻译一切语言 徽章则是身份的证明不可或缺 有了这些装备外出执行任务 才能轻松许多 不料男主根本不需要 因为他要坐自己的直升飞机 如今没了追杀 他终于有时间和疯子来一场空中约会 突然基地传来警报声 被收容的未知生物体1129占据职员的身体逃走了 目前正在第八层移动中 小黑子开心又能赚点数了 而男主一行正好就在第八层 根据记录1129克罗塞斯会附着在人类的身上 并变化出那个人最想要的衣服 一旦被附着的人迷上 这件衣服就会被夺走身体的控制权 话音刚落男主就遭到失控者的袭击 男主反手一击头锤便将其打晕 却不知一旦克罗塞斯控制的对象无法行动后 就会立刻就近寻找新的肉体 随后木成为了下一个被控制的人 并开始对两个男人发动袭击 疯子注意到此刻木眼角的泪光 知道他不愿意攻击时 于是疯子立刻对木进行触摸 随后木被一块掉落的钻头砸晕 接着疯子就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他看出克罗塞斯是个色批会优先附着在女人身上 但男主却快人一步救下疯子 自己则替他成为被附着的对象 不过此颗衣服却并未成型 克罗塞斯抱怨他的要求太多了 此时正好和疯子接触后的不幸再次降临 楼下的古代遗物突然失控 男主却因祸得福得到了想要的衣服 托普是真的无语 他装备都还没穿好 就传来1129已被抓捕的通知 与此同时组织内已经收到情报 漂亮国街头出现腐败的尸体徘徊 大概率是和男主接下的最难认为 要捕捉的未知生物体崩坏有所关联 男主告诉大家出国旅行和当地人最好的交流方式 就是先送上一颗RPG提醒他们自己到了 等当地人出现迎接的时候 再开上大卡车与当地居民热情的亲密接触 前提得是大家不是普通人 不然这种打招呼方式就只有一次机会 男主和疯子加入管理局的第一件任务 就是高难度的抓捕规则崩坏 并且还要去到漂亮国出差 根据情报记载 纽约街头突然发现一具徘徊的腐败尸体 调查后发现对方是来自一个小城镇 被抛下的沈突然现身解释 那里是漂亮国西部的乡下 因为男主想要抛下他 所以沈就自己偷偷跟来了 老沈断定丧尸事件大概率和崩坏有关 虽然不知道丧尸是怎么移动到400公里外的纽约 但初始发生第八成就是对方那个小城镇 因此他们接下来将与规则崩坏 以及被制造出来的丧尸战斗 老沈安慰疯子问题不大 组织的调查员已经先行前去调查了 并有传给他在城镇周围设置避障时的声音档案 疯子好奇那些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料老沈却一言不发 随着录音播放徽章内传来调查员的声音 他们看到了数不清的丧尸 可没多久调查员的声音开始慌乱 身体似乎开始发生变化 随后不断传出枪声 没多久便音信全无 疯子只是听录音就已经浑身颤抖 老沈一脸期待 如果这次男主不全力以赴的话会很棘手 男主无所谓 反正全力以赴不了一点 夜晚疯子无心入眠 老沈让他放心 抓捕崩坏的任务他和男主会处理好 但疯子并不想只当花瓶 不仅是为了死去的吉纳 也是为了男主 这次任务的报酬就是否定着不知的位置 他想等任务完成后与不知见面 或许就能掌握让男主真正死亡的线索 相反他好奇老沈为何愿意加入 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是被男主单方面害的 但那只是原因之一 主要是因为这次任务难度很高 或许他能见识到男主真正的样子 经过两天半的长途跋涉 三人终于来到被围墙包围的小镇 老沈谨慎提醒不要打草惊蛇 男主却嫌弃爱事 没有什么打招呼的方式比得上一发RPG 随着墙壁被打穿 当地居民热情前来欢迎 男主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 启动大卡车便一路横冲直撞 来到城镇之中回应这份热情 接下来他要大开杀戒 若是在座有人知道 把他们变成现在这样的魂球在哪的话 就赶紧蹲下等他问话 很快整条街道血流成河 并且还真有一位丧尸妹子保留 意识蹲下避免被斩 男主在小镇内发现一位 还没完全丧尸化的妹子 但老沈却让他先等一下 对于男主的擅自行动老沈很有意见 规则生命体不同于他们这些否定者 出手前往往不会有任何征兆 就会让人落入圈套 比如他的能力就必须在一定距离内看着对方 疯子需要进行肉体触碰才能发动不韵 男主想要一边研究敌人的布局 一边战斗的决定并不是好方法 敌人恐怕已经发动了能力 因为大多数未确认生命体 都会对进入领地内的人强加规则 果不其然丧尸妹子提醒男主 他的肚子上有变化 此刻一段数字正在不断倒数 但老沈和疯子身上却没有 男主是真牛逼 那就先等到时间结束烂掉再说 男主自信要是这点程度就会死的话 那他早就记在了女主的能力上 时间一结束男主的手边开始腐烂 但又瞬间再生复原 随后就连脸上也开始腐烂 也就是说一进入城镇范围 就会被施加崩坏诅咒 时间一到边立刻丧尸化 老沈无奈就算女孩知道崩坏的位置 却没人知道怎么和丧尸沟通 不料妹子突然对男主阿巴阿巴 男主因为丧尸化莫名其妙变得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因此他决定和妹子原地结婚 只因这是妹子的梦想 只要完婚他就把崩坏的位置告诉大家 如果疯子不答应的话他可以拒绝 疯子笑了答应男主实现妹子的心愿 于是男主带着妹子自顾自的先去找婚纱 此时一旁的地面突然冒出一个黄毛 对方见到有大人又立刻逃走 疯子见状也跟了上去 老沈心里苦对有没一个省心的 黄毛顺着地下通道逃进黑暗之中 疯子本想追上去 却不料又被老沈吸了回去贴在一起 他提醒千万不能继续往前走 即便是弟弟也在崩坏的能力范围 而那个黄毛小子恐怕已经中了诅咒 随后黄毛带着美式居和和几位同伴再次出现 并且他们都遭到了诅咒 但时间却比大人要长很多 黄毛以为他们也是那家伙的手下 肯定是来处理早晚会变成丧尸的自己 不然不会有人会来这种荒废的小镇 他们此刻站在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正义 疯子健壮用帽子挡住自己的半个头 随后突然近身将黄毛抱在怀里 老沈无奈也只能跟着踏入诅咒区域 双方的身上分别出现了一千秒的倒计时 此时男主已经为丧尸妹子换好婚纱 还找来了宾客帮忙助行 妹子已经很满足了 穿上这身衣服就是他曾经的梦想 如今终于可以实现 他请求男主去救救那些人 那些因无法死去而饱受折磨的人 并杀了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 妹子指向一旁的天使雕像希望男主杀了他 男主改变了主意 虽然一开始是为了抓捕而来 但既然新娘子都发话了他也没办法 男主毫不犹豫对雕像挥出十字枕 雕像不再隐藏 他不懈否定者只是规则的容器 随即崩坏显现武魂真身 周遭瞬间发生剧烈的崩坏现象 整座教堂请客间化为一片废墟 男主则被保留意识的丧尸们保护在中间 他发射拳头炮弹敲响终声告知 还有意识的丧尸 自己正在和让他们变成丧尸的魂球干家 想要报仇的家伙就一起上 不死男主为了抓捕规则崩坏 带着女主三人来到丧尸小镇 男主在丧尸话之后突然能理解丧尸语 在发现一位女丧尸的愿望是结婚后 男主与她来了一场象征性婚礼 作为报仇男主找到了崩坏的真正位置 而疯子为了拯救小孩身体也出现了倒计时 一周前崩坏突然在小镇现身 再说完这里看起来比较容易腐烂后 崩坏便散播屎黄色的雾气 随后大家身体便出现倒计时 没多久人们陆续变成丧尸 是老师保护他们来到这里逆难 但老师身体此刻也开始腐烂 他安慰四小只在找到帅老公结婚前 自己绝对不会死 他们要是觉得难受时 就想想未来的梦想 只要有梦想人就不会腐朽凋零 突然有小女孩因为倒计时快结束而哭起 大男孩不停安慰他不是想开花店吗 并引导女孩说出自己的梦想 女孩想开一家向日葵花店 因为老师最喜欢向日葵了 他要送很多给老师 不料随着女孩说出梦想 身体上的倒计时竟然增加了两万秒 四小只便是依靠这个方法一直撑到现在 与此同时地面传来巨大的声响 男主正带着丧尸小弟和巨大化的崩坏战斗 可虽然画面很震撼 但似乎丧尸并不能成为有用的战略 可与其坐等腐烂而死 还不如在战斗中轰轰烈烈地死去 这是属于男主的体贴 为了方便战斗 男主将丧尸新娘交给老沈照顾 孩子们看到老师没死很开心 原来丧尸新娘就是孩子们的老师 但孩子们还天真的以为老师只是受伤了 此时有丧尸冲向崩坏的途中 意外碰到了疯子的脸 在靠近崩坏时不幸发生 房屋上的告示牌断裂将其拦腰斩断 男主见状改变作战计划 让丧尸们都去触碰疯子 只要触碰之后就会变成炸弹 应该就能对付崩坏 疯子吃惊就算是丧尸应该也不会做这种事 然而老师却第一个报警了疯子 疯子虽然难过 但在理解了老师的想法之后 主动脱下手套为老师叠半 老师义无反顾地冲向崩坏 最终不幸被崩坏捏死 但意外还是如期而止 地面突然坍塌 崩坏重心不稳压垮 房屋引起爆炸 只可惜这种程度的不幸事件还是太弱了 很快崩坏就再次起身 男主号召群师对崩坏发起总攻 无数丧尸陆续接触疯子之后冲向崩坏 爆炸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但老沈传来噩耗 自己身上的诅咒倒计是快要结束 男主见状放弃了捕捉崩坏 随着农物散去 崩坏进入二阶段模样大变 经过和崩坏的战斗 男主已经初步摸清楚了对方的规则 崩坏的本体能随意让生物以外的有机物腐烂 而让生物腐烂就必须等到即时归零 大二阶段之后的崩坏规则条件必将放宽 果不其然 崩坏突然用手指对着三人发射光线 老沈用能力强行改变方向 随后光线偏移射中漂亮国的招牌 崩坏知道他们三个都是规则的容器 自然也清楚是默示录发布抓捕他的任务 此时小梅传来消息 刚才光线轨道上的建筑全部都被消灭了 这威力已经远远超越了腐败规则处置必死 崩坏试图洗脑诞生腐败 回归是自然最美丽的过程 男主分析这光线可以瞬间分解触碰到的攻击 因此持久战对他们很不利 他打算速战速决 却不料只是刚接近崩坏 身体就开始出现腐败情况 男主则被对方按在地上用小拳拳猛锤胸口 崩坏发现男主是死亡的否定者 对付起来虽然有点麻烦 但他二阶段姿态的腐烂速度 已经超过了男主的再生速度 他让其他二人应该心疼感激 因为他的诞生才增加了生命的美丽循环 老沈却突然表示有事需要离开 可就算他离开领域之外 身体的倒计时也不会消失 崩坏得以没有他的世界严重停滞不前 物体不会腐朽 万物丑陋地堆积下去 是他使之腐败并改变了他们 生命为了活得更久 才会努力拼命挣扎思考 最终获得成长 这是世界必须的真理 但唯独人类将他视为罪恶 不仅厌恶还不愿接难 崩坏不爽人类明明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不过是剧只能活百年的皮脑 为何要这么执着 但他不了解人类 人类会用这具与生俱来的身体 去找寻大大小小的梦想并未知奋斗 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让他创造的规则来破坏 人只要拥有梦想 心灵就绝对不会腐烦 而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普通女生 在获得最棒的幸福之后死去 在梦想实现之前他都不会放弃 随着话音刚落 疯子的倒计时也恢复到了两万年 崩坏都禁了 他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此时下线的老沈带着新装备再次现身 而他的梦想就是天下无双 这个拿着如意金箍棒的男人有个强大的能力 可以让视线内的任何对象 强制做出与意识相反的行为 但这个能力还有一个严苛的先决条件 那就是他必须喜欢上该对象 面对可以把人变成丧尸的崩坏 老沈抓住机会挥舞大棒碰到崩坏的脑袋 他已经发现了崩坏的能力是怎么回事 刚才对方的脸靠近疯子的时候 疯子却并没有腐败 因此他的腐败领域是以身体为中心 一旦崩坏缩回脖子将毫无弱点 但老沈有大胜的如意金箍棒 金箍棒与老沈的能力是绝配 崩坏不解自己的脑子为何会主动送上去 只因老沈的能力能让看到的对象 做出与意识相反的行为 想要捕捉崩坏就必须找到他的核心 在此前需要先封锁崩坏的腐败能力 崩坏试图发射腐败光线 不料身体和思想无法通缉 和崩坏战斗远距离他能发射腐败万物的光线 近战自身肉身也会腐败 因此只能靠金箍棒中距离作战 崩坏心态崩了 他没见过看着就能发动的离谱能力 造成腐败的原因是空气中的细菌 细菌需要水分 如果能减少空气中的水分或许可以奏效 男主打算继续在周围进行暴躲 为此他故意去触摸疯子的游泳圈 还说疯子长胖了 但说女生胖是会吃大逼兜的 疯子无奈最近的伙食太好了 男主让老沈和崩坏保持距离 他在地下发现一个火药库 崩坏找到机会煽动翅膀掀起沙尘道遮挡老沈的视线 疯子突然看向天空灵际一动 宇宙里没有空气就没有水 自然也不会发生腐败现象 可以用组织的优服送崩坏上去 但他们这些人上去也是个死 老沈表情管理失败 他有办法送男主和崩坏进入宇宙 不过在抵达宇宙之前 男主需要先承受住他的腐败才行 想要做到这点他只能拔掉额头的封印 男主没有犹豫答应这么做 于是老沈从后勤那里获得了崩坏的具体坐标 此刻崩坏正在蓄力准备开大 随后男主跟随金箍棒一起 将崩坏一直顶到地球之外 与此同时男主也拔下了插在额头上的卡片 女主担心男主说过 拔掉卡片他可能会封掉 但老沈却很激动 他愿意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亲眼见证男主的真面 那位过去纵横无数战场的胜利之神 即便在外太空作战崩坏也丝毫不慌 这个姿态的他还有分解世间万物的光线 然而男主拔掉封印之后也有二阶段 不仅恢复能力更进一步 还能让每根手指一起再生 请客间崩坏就被男主大卸八块 男主将手臂分离 带着崩坏向地球坠落 在此之前老沈和疯子 让幸存的孩子向安全的地方离去 他安慰疯子孩子们不会有事 组织一直在追踪他们的行踪 随后男主的手臂和崩坏一同砸向地面 只用两秒半男主的身体便彻底复原 但此刻的男主却仿佛变了一个人 老沈摆出战斗架势 让疯子先退后 黑发男主询问今夕是何年 对话中老沈发现 与其说男主是记忆恢复 眼前的他更像是换了一个人 见男主似乎想要重新夺回身体控制权 维克托让他死心 今后他再也出不来了 不管怎么样他都死不了 随后维克托发现了疯子的特殊 但老沈却挡在身前不让他靠近 不料维克托突然出脚 即便老沈发动了否定能力 也预测到了轨道 但却还是无法阻止维克托的攻击 维克托使用足以让发动攻击的手脚毁坏的激励 将老沈击退 老沈虽然被揍却一脸笑语 只因人类为了自我防御 都会在无异时间对自身有所限制 而维克托却能将这份限制解除 在维克托发射的子弹面前 老沈败得干净利落 疯子见状上前触摸维克托的八块腹肌 然而预想中的不幸却并未降低 仅仅片刻维克托便从男主的记忆中得知 疯子的能力是靠身体接触引发不愈 威力会以疯子对于对象的好感度产生变化 但他的评价是无聊透的 仅凭疯子的这种真理是杀不死他的 男主也别想杀掉他 为了让男主感到绝望 维克托打算在这里干掉疯子 疯子试图靠嘴炮唤醒男主的意识 他再出不来自己就真的记了 以后他们还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体验更多的事情 直到真心喜欢上他 因此还有更多惊人的不幸在等着他 老沈突然开口打断了维克托的发言 他承认自己不是对手 但在见识了维克托之后 他也找到了继续变强的希望 不过在此之前 他需要先完成和男主的约定 第一个是保护疯子的安全 为了争取时间 老沈用武术将维克托击飞 第二个约定就是打败维克托 虽然他不是对手 但还可以摇人帮忙 此刻天空出现空间裂缝 其余七位圆桌席位同时被传送至此 维克托上来就是用子弹头打招 安娜的机体展开盾牌进行防御 然而盾牌不仅只是防御 还能成为进攻的布局 他用子弹头将盾牌进手打散 对于圆桌席位的手段 他很耐用 可话还没说完 尼克便出手将他的身体切割成两半 切断面的不断灼烧 让他的再生速度下降 毕竟他的身体先前被玩弄了十年之久 维克托并不在意 因为他可以自主选择从哪里再生 既然身体不行 那就转移到手指 将不幸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究竟有多逆天 为了让男主变回原本的人格 女主再次与其接吻 只是这回他对男主的好感度大幅提升 刚开始他最多只能召唤一颗陨石 而如今却把整座小镇变成流星雨的降落点 一开始白毛与维克托进行正面交锋 但这并不妨碍他给女主送和饭 在八个分身快要击中疯子的瞬间 八号托普以及快的速度带着两人撤离现场 只是维克托并没轻易罢休 接着利用留在原地的金箍棒 一脚踢出使其往他们逃走的方向倾倒 好在蓝毛能用语音控制 在击中他们之前让其变回原本大小 镜头一转 托普带着他们跑到2.5公里之外 至于要怎么对付男主他也不清楚 毕竟以前有粉毛可以用屏障进行抓捕 但如今也只能看白毛是怎么打算的 女主文言当即表示要回去 且声明绝对会让男主恢复原样的 于是又经过一番嘴顿后 他也只好妥协 抱着女主再次赶赴战场 而这边他通过分身与他们交手 借此来摸清每个人的能力 当一心抓住克隆体时 绿毛直接发射光束 在克隆体被烤熟的状态下 他却毫发无伤 由此判断那大块头的能力是硬化系 绿毛全身搭载着古代遗物 却能保持意识正常 所以大概拥有规避风险的能力 很快女主他们已经赶到现场 虽然眼前有许多个男主 但本体才有下半身和穿裤子 所以跟白毛交战的是真正的维克托 随即托普按说的将疯子送到维克托身边 却不料下一秒他当场用安全气囊攻击对方 大多人见状都是一脸的顾忌 疯子解释即便好感度再怎么低下 但只要贴贴的时间够长照样能引发不幸 直到维克托被大幅度削弱 再将卡片插回去 关于需要冲能多久他不清楚 毕竟从没跟讨厌的人长时间贴在一起过 听完描述白毛当即更改计划 将希望全部都压在女主身上赌一把 此时维克托感觉很可笑 虽然男主的确在里面反抗 但想要回来根本不可能 紧接着召唤出分身要先解决他这颗定时炸弹 而队友健壮在同一时间帮他打掩护 眼前的画面让维克托很是气愤 既然打倒了班恩多增加一张席位 只要女主挂掉 他保证能找来更强的否定者加入联盟 这期间疯子除了贴着他不放 还不放弃用嘴盾尝试把男主唤醒 不耐烦的维克托准备请他吃花生米 开启加速的托普瞬间来到面前一脚踢飞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能让女主多活十几秒 眼看着联盟逐渐落入下风 女主开始绞尽脑汁找出唤醒他的办法 可仔细想想跟男主认识了不过两个半星期 对安迪的过去可以说一无所知 即便是要强行煽情都很难办到 但这时额头上的疤痕让他想起蓝猫别的手枪 随即一根枪管抵在他脑门上 很快封闭的插口被打开 女主干脆用手指戳进去防止再生 最后发动嘴顿要求把安迪还回来 并且向男主承诺 只要能稍微触碰到一下 绝对会给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幸 下一刻奇迹发生 安迪暂时夺回主导权表示真让人期待 而女主还没高兴两秒就被他抢吻 这一做法又再次惊掉他们的下巴 男主表示后续就留到下次 此话一出他的脸顿式全数 只听女主大声呐喊赶快回路 反应过来的队友立即开启逃命模式 傲慢的维克托正准备分裂克隆体 然而技能并没有发动 只因蓝矛用金箍棒上升到高处 几公里之外的维克托刚好能被看到 最终他只能站在原地接受流星雨的洗礼 在火力覆盖下转眼间 整个小镇彻底沦为废墟 过去两分半钟 疯子着急忙慌地往回跑 必须赶在海水将这里淹没之前 把卡片插进去 也就在男主重启的时候 海水已经涌至面前 毫无自保能力的疯子瞬间被淹没 转眼间过去了两天半 身处在基地医疗室的他猛然醒来 而男主淡默地表示 看完了他喜欢的漫画 感觉少女们这种东西挺不错 女主越想越气 当即对着他发泄情绪 对于男主前面胡来的做法 感到非常不满 又倾诉到若队友没能及时来帮忙 要是男主便不回去 他又得孤单一人 见到这幕安迪给他摸头沙表示抱歉 实际当时男主是能听到外界声音的 而疯子的呼唤让他很高兴 之后女主一个劲的纠缠 要求多叫几次他的名字 这使得男主变成老傲娇 偏不那么左 等换好衣服两人来到圆桌前开会 经过那一战 他们完全被队友看作是情侣关系 再怎么狡辩也洗不清 直到成员全部坐下 漠视路再次打开 从中分离出原先的六张任务清单 神明降下惩罚 导致地球周围突然冒出一堆生命星球 因此出现外星人想要占领地球 然而面对科技遥遥领先的外星文明 女人只用一句话便让外星飞船自相残杀殆尽 而这都要从圆桌席位没有完成课题说起 每当圆桌席位全员到齐 漠视路便会现身 此前发布的六个课题中 第一道课题抓捕规则燃尽成功 作为奖励将追加一名否定者成为圆桌第十一席位 第二道课题抓捕规则吞噬成功 随后漠视路从嘴巴里吐出一颗巨大的地球影 作为报酬将给予否定者固然地锁在位置七天 第三道课题讨伐规则武会成功 报酬是同一世界的语言 随后漠视路出手改变除了否定者以外的记忆和文明 老沈立刻联系助手小木测验 就此老沈确认世界语言已经统一 第四道课题捕捉规则往昔成功 奖励报酬古代遗物反映者坐标 第五道课题抓捕规则崩坏成功 作为报酬奖励否定者不治的坐标 而第六道课题抓捕否定者不可思则以失败告终 工作人员根据掌控的信息前往调查的人全部死了 并且所有人都被绑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失血身亡 因此不可思极大概率被不治夺走了 不可思的能力属于自我对象强制发动性 只要闭上眼睛就会让身体和认知为自身所有物的东西变得不可思 可奇怪的是其身体流出的血液却能被人看见 为了防止对方逃走 不治在他的身体里塞进了发行器 只为迫使不可思成为他们的人 不然的话身上的伤口将永远不会治愈 作为没有完成所有课题的惩罚 漠视路将给世界追加规则引合 因为没有完成任务 世界便被神强行追加了可怕规则银河 他将以自身真理为前提改变世界 圆桌席位通过跃进的帮助实现空间跃迁来到爱尔斯巨石之上 疯子以为惩罚并不可怕 殊不知漠视路追加的所有惩罚都是以毁灭世界为前提 因此这次也不例外 随着银河开始有了动作 漆黑的夜空瞬间变得绚丽璀璨 但具体的改变否定者却不知道 尼克需要手下把自己理所当然的知识全部传输给他 因此可以确认银河是类似地球这样的星球集合体 这次的惩罚就是冒出一堆类似地球的生命星球 进而产生了与星体相关的神话与文明 还出现了外星人 此刻地球即将遭受外星文明的侵略 话音刚落天上便出现巨大的宇宙飞船 虽然他们都是刚出现的 但外星人自己并没有这个认知 尼克判断他们的设定八成就是女星即将毁灭 因此才需要侵略其他星球 果不其然出现的外星人的确想把地球变成他们的新女星 首席作为代表上前与之交谈 外星人嚣张只要人类不抵抗 就能成为外星人的劳动力苟别 但如果想要抵抗的话 就会让人类从地球消失 首席两者全都拒绝 他希望外星人能原路返回 外星人不爽朝埃尔斯巨石发射光线展示武力 他们早就查明地球的文明相当落后 论武力外星势力遥遥领先 地球不可能拥有胜算 对方为了自己的族人决定将地球人屠露一空 这是他坚持的正义 在这种大义面前 任何大道理都行不通 首席见状摘下头盔表示 既然如此我要做的就是将你的正义否定 话音刚落外星飞船便开始相互开悟 外星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飞船化为一片不安 首席告诉男主何疯子 这就是没有完成课题的惩罚 虽然这次依靠他的能力顺利解决 但是成员的能力也可能会陷入必死的结局 加上这次惩罚 地球一共面临了99次毁灭危机 如今他们没办法再承受更多的惩罚了 只因当初发现漠尸录的时候 他们同时找到了一块石板 石板上共有100名的空洞 每次接受惩罚时 那些空洞就会被填补 一旦填满100个空洞 最后等待他们的惩罚就是诸神黄昏 为了保护地球就必须避免此事发生 因此他们才不断接受课题增强实力 但漠尸录只有圆桌席位坐满才会打开 可随着第11席位的增加 如果不找人填补这个空缺 那么三个月后他们连讨战课题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被迫直接接受惩罚 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找到合适的第11人 疯子没想到 这么快他们就从猎物变成了猎人 此刻首席才想到外星人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对方没有在他的能力下自尽 说明之前的话毫无大意可言 他威胁外星人去告诉整个宇宙 但我地球者虽远必诛 因为这次的任务获得了不然和不治的位置 他们需要抓到不治 男主毛遂自剑 如果对方的能力真如名字一样 其他人只要受伤就足以致命 为了慎重起见 首席让塔奇安娜和疯子一同前往支援 同样以收集否定者为目的的否定者猎人浮出水面 然而一边是为了示神拯救世界 一边则是单纯的想要报复世界 两大组织的激烈战斗将会不可避免发生 为了找到否定者不治 不死男即将待妹前往李约热内鱼 那里将进行一场黑市竞标 没有收到组织管理的否定者或者规则生物 以及被发现的古代遗物都会在黑市进行拍卖 虽然曾经组织捣毁过一次 不过最近又开始死灰复燃 主办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黑手岛 导致每次举办场所并不不定 但还是被首席找到 明天午夜将会在豪华邮轮上开始进拍 而他们的目标不知应该就在附近 他们必须以客人身份 用尼科做的通行证混进邮轮 但上传者都是上流人士 他们需要完成变装才行 疯子不能接受男主的审美太过暴 导致疯子总是一副遮遮掩掩的样子 男主与他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疯子不也是穿的松垮垮的衣服 他便解那天是想寻短剑 所以随便寻 疯子不满男主是个色皮 挑选的衣服都很暴露 殊不知他只是为了方便触碰 造成不韵降低 男主保证作为他的女人 不会让任何人碰到疯子 但要是因为太暴露 会难为情无法享受的话 男主答应让疯子选择 自己喜欢的穿衣风格 虽然他觉得邮轮上的都不是好人 送一发不韵也是替天行道 事前疯子就问过首席 为什么要派他一起执行任务 派探似很婴的卡奇安那他还能理解 但让他去却感觉会惩厚度 首席解释他所遵循的正义 就是守护地球和无辜之人 之所以当初派人猎杀疯子 就是因为担心放任疯子不滚 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危机 直到何维克托战斗之后他才发现 疯子的能力或许是连神都能杀死的力量 只是现在的力量还尚有不足 诸神黄昏正在逐渐逼近 因此疯子才需要尽量跟男主一起行动 培养感情 直到爱男主爱到死去活来 此刻疯子再也受不了了 要是最后一件衣服还是不行他就不干了 男主却表示很满意 并让他大胆抬头挺胸 趁还有时间男主带着疯子在街头漫步 他提出之前的不韵没有自己的份 疯子知道不对劲立刻逃走 只因男主也想体验被陨尸群攻击的感觉 他不甘心和疯子接吻的是自己 被砸的人却是为客托 疯子拒绝没有必要才不会再和他接吻 于是只能脱下手套靠普通的不韵事件争取时间 男主得意他现在全副武装疯子根本碰不到 疯子意外这次竟然是连续不韵事件 掉进海里的男主还遭到了鲨鱼的袭击 男主突然表示不清楚维克托到底是什么 他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 但维克托或许的确是本宗 只因男主几乎没有童年纪 要是没有额头上的卡片 甚至连自我都无法维持 他担心万一维克托再次出现会伤害疯子 到事后就 疯子打断了他的发言 不管多少次 只要男主还在 他都会用自己的能力救他回来 疯子刚想伸手去拉男主 才想起来此刻手套还没穿 塔奇安娜带来一个炸裂消息 男主和疯子将会以夫妻身份执行本次任务 这是疯子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黑暗世界 男主提醒他不要想着去矫正别人 只需牢记自己才是正确的就行 在外是上流人师的客人 在船上却无所顾忌地展现人心的黑暗 他们口中的真情异兽 就是所谓的规则生物 并且这次的拍卖压轴商品 就是一位否定者 因为否定者几乎都会自我了断 所以以前很难抓捕 但最近据说比以前更容易发现 男主知道八成是因为世界语言统一的关系 神明将除了否定者以外的 所有记忆和文明的语言统一 疯子之所以和老沈可以正常交流 都是因为有组织提供的领带 如果不会英语的否定者 突然发现周遭都开始讲英语 陷入混乱后就会变得很显眼 疯子开始怀疑这到底算不算假 但以组织的情报网来说 只要他们能抢先抓到暴露的否定者就算 疯子迷茫不知道哪边才是好的 是加入组织还是被抓到这里成为商品 男主觉得半斤八两 不是因为完成客体而死 就是成为有钱人的玩物 疯子在意这次成为商品的又是怎样的人 如果是和他一样 会造成周遭麻烦的类型 那对方过去一定也有着痛苦的人生 不明白自己的能力是怎么回事 也不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像他之前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以前男主会觉得成为否定者的人有三种人生 要么正是能力而活 要么陷入绝望选择死亡 以及豁出去了胡作非为 但加入组织之后 他发现了第四种人生 将幕后的罪魁祸首神明杀死终结一切 因此现在的男主会觉得加入组织更好 与此同时不致开始搞事 想要带同伴去甲板欣赏夜空 黑手党威胁小卡拉米赶紧滚蛋 拉朵拉不用预言也知道 如果被打中一枪不致就会寂寂 干掉守卫之后 不致的同伴也被鲸鱼吐到了船上 四人为了将压轴的否定者偷走不惜大开杀戒 躲在船外的塔奇安娜目睹全城 立刻转告所有人出现四位入侵者 不仅出现了第二种女言 被其中的眼罩男坎中的人行动也变得很奇怪 因此最少有两个是否定者 首席暂时称他们为否定者猎人 不可视也是被他们抢走了 但就强行收集否定者来看 他们和圆桌席卫没有区别 非要说不一样的话就是方针 圆桌席卫是为了视神让世界从真理中解放 那些家伙则是单纯的想报复世界 没用的否定者就会被处理掉 疯子反驳双方并不一样 他能接受首席之前想杀他是为了守护更多的人 却不认同否定猎人因不幸的力量去憎恨世界 指引周围的人突然都开始讲英语 少年因为听不懂 反而暴露自身被黑手党当场捉拿 男主和疯子为了救人 潜入了黑暗世界的地下拍卖会 就砍下了男主的脑袋扔了过去 随着不遇能力带来的地板发现 两人一路来到游轮的最底层 此时双方人马都不希望被对方抢先得到否定者 与此同时被关押的否定者逃走被人发现 少年连忙亮出额头定住不动 随后看守也跟着定在原地 可当少年转身逃走的时候 看守又重新恢复了动作 于是场面陷入了僵局 少年逃也不适 不逃也不适 由于太过害怕 少年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因此看守终于恢复了自由行动 为了不让少年逃走 看守打算打断少年的双腿 不料下一刻看守倒头就睡 否定者猎人率先将他找到 不知看出少年的能力是对他人强制性 在自己不动的期间 就会否定视线中对象的行动 正是不知梦寐以求的拘束型能力 因此他对少年志在必得 不过众人都听不懂少年的语言 壮汉见状取出加特林 既然语言不通 就用实际行动验证少年有没有用处 小老弟哪见过这个阵仗 差点就原地吓尿 接下来壮汉要对他开枪 不想死的话就使用能力 对于如此随意的招人手段 不知并未放在心上 如果不能自由运用能力 那还不如死在这里 反正死后他的能力 还会转移到新的人身上 少年被吓傻了 身体因为抖个不停 根本无法使用能力 众人没想到的是 有人出现帮少年挡住了所有子弹 随后男主稳稳接触了 从天而降的疯子 疯子立刻为他戴上组织领带 实现语言互通 男主也并未拖打 第一时间寻求塔奇安娜的支援 随即开始分析敌人的能力 壮汉拿得没有弹侠的加特林 却还能设计 旁边是看似很老练的伍多加 以及疑似辅助的女人 可当视线转移到不知身上时 不知瞬间消失在了眼前 下一刻便出现在男主身边 丝毫不拖泥带水地 划破了男主的脖子 不知判断男主是和回复相关的能力 但此刻他脖子上的伤口 在不知死前都无法治愈 不知以为自己是男主的克星 虽然不清楚他的具体能力 但如果男主切断自己的行为 对他而言是一种治愈行为的话 那就都是白费功夫 只因不知能否定 任何针对他制造的伤口 所做出的治愈行为 因此男主败局已定 而身后少年也会死在这里 他的能力作用很大 所以需要让能力转移到 更有胆识的人身上 不知猜到世界语言统一 是男主一行导斗 多亏这样反而更容易找到否定者 殊不知男主其实是他的天敌 在疯子的帮助下 男主再次遭到斩首 他也因此确认 圆桌第十一席位不可能是不知 男主一记头锤直接忽脸 紧接着塔奇安娜 突然现身分割战场 接下来将由他来对付另外两个男人 男主毫不犹豫使用人体拔刀数 不知却提前看穿闪身躲避 随后反击斩断男主的双手 不知得意男主的行为毫无意义 只要男主有自愈自己的念头 任何行为都不会奏效 殊不知男主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治愈 而是将身体当作武器攻击 可随着拉朵拉挡在不知身前 强行改变了男主的攻击轨迹 不知是个变态 认为男主的战斗方式 更适合成为他的同伴 他也看出男主刚才乍看像是治愈行为 实则却是一种攻击手段 因此才能克制他的不知规则 男主却压根瞧不上他们 对于不知的期待也瞬间跌入谷底 仅凭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杀不死自己 也不在乎他们想做什么 男主的反应让不知相当意外 就连疯子也是 就算是作战的一环 疯子能毫不犹豫对男主斩首的行为 依旧相当的疯狂 相反他们身后的少年就不太行 只会吓得浑身发动 完全没有活用自身的能力 甚至因为害怕连发动条件都无法完成 能力是大奖但人却是废物 为了获得强大的伙伴 少年必须达掉 他们要让世人知道 这个世界是靠谁才得以运转 一旦人员凑齐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侵略国家 疯子不能理解神经病的想法 有错的是玩弄他们的神 为什么要让普通人背过 然而他们只是一群胆小鬼 根本不敢与神敌对 也不愿意因此而丧命 男主猛然再次拔刀 虽然不出所料再次挥空 但血液却能飞溅到拉朵拉的身上 看样子他的能力是否定攻击 不知扔出一把飞刀回击 男主想要伸手去挡 却不料刀子直接刺穿了他的手里 疯子见状毫不犹豫 挺身而出为少年挡刀 虽然因为男主抵消了部分威力 导致没有穿透疯子的身体 但此刻他最多只能再坚持一小时 疯子乐观表示自己没事 因此不希望男主再次拔出封印卡片 男主见状选择听疯子的话 不知反而心情不错 虽然没有达成目的 但能干掉一名圆桌席位也不算白来 不知前脚刚逃 黑手党的爪牙便接着出现 还将男主一行误认为是否定者猎人 男主此刻进退两难 只要他一动对方就会开枪 可如果不去追杀不止 疯子一样会死 少年突然雄起 请求黑手党喊来一声救人 得到的却是花生米恢复 家人曾经说过 如果遇到愿意温柔对待他的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如果他们遇到困难 哪怕是停住脚步 也要为了他们挺身而出 这样他一定不会成为孤单一人 少年终于成功发动了命 他自责都是因为胆小 才连累疯子受伤 但如今他不会再继续胆怯 如果这样可以救疯子一命的话 不死不幸第十三集有多高能 女主疯子受了永远不会痊愈的伤 只剩最后一个小时的生命 为了拯救疯子 同伴直接摧毁游轮逼凶手现身 如果说吉娜的死谁最伤心 那个人非塔奇安娜莫属 因此在遇到不死之处 他便打算给吉娜报仇 塔奇安娜表示想跟男主借一步说话 于是二人来到战斗训练场 他开门见山就算男主和疯子加入组织 他也不会把他们当成同伴 只因男主不清楚吉娜的感情 还践踏了他的心意 为了能再次和他相灭 吉娜苦苦等了四十年 殊不知男主对此一亲二主 他知道吉娜喜欢自己 因此不会否认吉娜也是因他而死 塔奇安娜生气那他就更应该死 他的无差别攻击险些害死疯子 要不是男主献祭自身疯子就近了 塔奇安娜陷入自责 他差点就牵连了无辜 尼克劝他冷静 吉娜肯定也不希望他们对着干 男主不当人 趁着塔奇安娜分神之际 光溜溜地趴在他的大眼睛上 随后塔奇安娜脸色修红成个蒸汽机 整个装甲即将强制解散 尼克见状不妙 让男主赶紧带疯子避难 指引塔奇安娜的装甲不是用来防御 而是专门抑制他能力的拘束道具 一旦装甲解放能轻易毁掉一座城市 此刻他因为见识到男主的聚困内心惊慌失措 疯子却不顾危险上前安慰 塔奇安娜心急让他们快走 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疯子拒绝离开 并坦白吉娜其实是死于他的不幸能力 男主只是为了保护他才被迫战斗 所以塔奇安娜该戒恨的人是他 他希望塔奇安娜能连带吉娜的那一份佛下去 也想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事情 还提出想跟他做朋友 嘴炮无敌 多亏了疯子的努力 成功让塔奇安娜重新恢复冷静 事后疯子来到塔奇安娜的少女闺房 对于之前的事他很抱歉 因此想跟塔奇安娜握手和好 塔奇安娜低落没办法离开装置 疯子并不在意 就算和机械手握手也无妨 毕竟他的手也会给人带来不幸 他期望等哪天大家都成为普通人以后 再来牵手一起出门 此时塔奇安娜正以一己之力牵制两人敌人 当得知疯子被否定者不置所伤之后 塔奇安娜生气了 提醒男主带着疯子先去甲板 只因他要开大了 面对他现在的身体 疯子既没有嘲笑也没有怜悯 这还是他第一次交到女生朋友 因此胆敢伤害疯子的人他都无法原谅 为了拯救疯子 塔奇安娜决定解除拘束装置开大 此刻凶手不至已经打算撤离 并且离开前还手脚不干净 顺了不少好东西 另一边壮汉以为胜券在物 刚才他有几发子弹射进了缝隙 却不料子弹都从缝隙处掉了 壮汉健壮只能改用毒气弹攻击 只需要三分钟就能致死 他不相信眼前的铁球装甲 连气体都能阻挡 殊不知塔奇安娜的能力 是对自身强制发动性 身为毛妹的他五岁生日那年 否定能力突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周围便只剩下被碾碎的血液 以及成为废墟的残涵 再没多久塔奇安娜就被黑手挡抓住 成为拍卖会上的压轴商品 直到被圆桌席位出手相救 比利每次来到拍卖会都会想 看不到世界隐藏的黑暗也不是坏事 塔奇安娜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求死 只要对她射击就能杀了她 她觉得自己现在的情况活着也遇不到好事 不能穿好看的衣服 不能玩喜欢的玩偶 还吃不到美味的蛋糕 最重要的是她想早日去和父母道歉 比利健壮让她把嘴张开 由于她的能力是让皮肤和头发表面形成不可触控区域 因此只要张开嘴这块区域就有缺口 比利听说她一直都在吃流状食物 因此就试着为她做了这个蛋糕包 随后塔奇安娜顺其自然成为圆桌席位一人 尼克为她打造了能压缩周围区域的拘束装置 还有能靠脑电波控制的灵活机械手 唯一的缺点是越压制她的能力 解放后的反弹就越大 因此虽然她可以利用这点当作武器 但也会对周遭造成不小的灾害 比利教导她的力量 不是用来无差别攻击他人的手段 而是用来守护重要之人的方法 如果她真的遇到了这种时刻 需要凭借自己的意志来解放这份力量 而当下就是这个时刻 当男主通知抵达甲板之后 塔奇安娜毫不犹豫紧出拘束 此时期非再返成等待 这是很重要的 辛勇地拐打 《神明》 《神明》 多亏的塔奇安娜毁掉游轮 成功逼不至现身